赛局新老霸主之间的对阵 要急速吗 43秒的时间 72来自急 应该在等群体剑 群体剑来了 配合一个闪光 全白 凤心奈什么都看不见 那点后多人被天要命 一家阿塞全部打光 只剩下有我们一个人在中路 这番对他来讲 flashback其实血就不多 这一关没过去 技能给的相当不错 风现在是被闪了干嘛的 啥也看不见 其实我感觉这个还是 手相安排的问题 就是你已经是三个人 在中路名牌的信息 那你其实两条边线 一定是零点下场给交过 在市场有两个人 对他一眼 这边给震 换掉了一个 这换掉的一个 对于方式发来讲远远不够 其实Munch给你支援的 已经很极限了 但问题不大 这个也是只是多多时间而已 远距离聊天的对象 没有掉血的天明 这边要碰上了两边都是精英的接触 开始打掉了天明 直接划场出来 这边全部被这带划 抓到了再捏技能的阿森 但同时在B点这边 Fox9被打掉了 点后有油曼 Rashback根本没想到 他觉得点后没人了 40秒的时间还可以再操作一下 中路看到一个侧先 Munch给你也没看他 对 看一下色彩被打出来 Marco秒了一个 1打1 幽影打幽影 0-2对上5 进步的下 这个走位 要拆一半了 急急烟 Rashback没打过Marco 两支队伍拳牙交错 扫出来了 直接给川妍打掉 这反倒是进入了对方的口袋阵里 没有小声位的Pick 也没有直接选择聚宝 还在往进口方出声点的位置走 背后有人在勾 正义接迷糊接不住 但Tagos需要了自己的电量 把枪丢给了Fox9 Fox9没打错 Tagos自己在把枪子给扔起来 这把是不是能递攻吗 好像不太行了 这两个人不太好走 走不掉了 Fox9 把Yuman 已经把Yuman给骗了回来 这边社长直接进 反给一个闪电弹球 但是Fox9拉出来 他从B打拉出来 把Tagos打了 这把的协同很到位 循迹剑被秒打 Yuman 这也行吗 但是Yuman还是补掉了他 看一下这个枪 应该是能顺利的保住 没有问题 这两支队伍的这种 进攻也好 防守也好 这种四孔 正好是一个 烟散的timing 只有一丝丝的时间 而且Tagos正好是从市场 这次高出通道 终于是用来进点 但这个闪好像 就把发闪了个全白 这封键怎么又在眼里晃的 那这样的话 Karun也被点掉 双烟手臂两个烟直接倒了 我说白了 我说白了 这个B点里面 尤其是右边的奥托 来 贴到近点 这针转不过来 不用去阻碍对面近点了 关键队友商量一下 这个战术你就说 阿森 阿森没见过 阿森这开枪有点慢 T3 阿森打三个 看一下这波 而且交叉枪前已然形成 这 T3 特别的集中 再来看一下 后面的补枪有点慢 特别我觉得是 第3个Focus9 可能有队友跟大家 抱这个A.5个 他不知道这有人 直接来了 要直接来了 但是枪还是有点差的 Taxer是把熊路在那边 先划出来了 Taxer在哪里 他A小声就喷了一个 我说实话 这个换手人方手方 不算很转 对 而且捡到枪了 Focus9 对 后面来人了 这枪一枪没开 不过这个循迹剑 可以确定的是近点 没有人 卡车的话 在第2时间 往近点 贴 Train一个大拉 嗯 掉了一把枪 我感觉Focus9 刚才已经在下 小心了 没吸 Taxer不想漏任何的信心 但这两个人 都差一个点数 就中击技能了 要来硬抓 前面走的掉毛 走不掉 对着华晨 向此而生 看一下Taxer 还要摆出来 再多打一个 再另外一个 两个要避上了 应该也是 静盈的杰出 在今天的比赛第一档地图 就拿下了他的Ace 废剧啊 这一班的话 几乎以一人之力 拿下了一波Ace 是 而且我们一直说 他的霓虹玩的真的不多 但我觉得不管是昨天的比赛 还是今天的比赛 他都用他的操作证明了 他现在霓虹的熟练度 两个划铲要来了 配合一个暗眼 左边有人 先见一个 脚下还有 但是队友的补枪来得非常地快 角落这个位置直接被清掉 这个清点速度 清点效率好高 0.7 扎到了Foxy Knight的位置 确定在B 这次是Foxy Knight 我觉得真的是 一个是他们不熟悉的地图 加上一个可能 他自己不太熟悉的英雄 因为这个地图拿心坠 真的少之又少 对 你进来了 好 但这个烟给到脸上 好 凯荣直接被婚姻混掉了 Texter 连带着也是被混掉了 狂立之处给过来之后 盲智康也倒 天津点 有一个 他在家中路 好快的开枪 剩下 他们现在一个人 打掉了Foxy Knight 我们现在 就一个 每一个击败都能 那么近那么远 捡到了 但是Marco的人也到 1250 而且有宇宙分裂 我真的很想看一下 他们利用这个宇宙分裂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上半场 他们的回访以及反星 其实没怎么用到这个技能 除了最后一分 咋的 有无效命令啊 怎么办 看一下Foxy Knight Foxy Knight 会露吗 露吗 露了一个小哥们 哎呀 这挥手 为什么开这个宇宙分裂会挥手啊 这让我想起了昨天 按照人家控的0 看一下这一分的反星 最后仅剩一个幽门 一打三的局面 对方的KO已经被击倒在地 但是这暴能器他看不到呀 想保 想保 Marco不让他保 那DX已经在冲到任何一个人 他脸上来人了 对经典位置头皮位 可最有幸的一个交代交线 转成再打 Texter完全利波反杀 三打四的局面 江敏还在必定的位置 Marco再打一个 最后Texter也是 跟DX的反制的手段 也做了很多 但是你有可能会觉得 状态也好 或者是运气也好 好像所有的一切 都倒向在DX这一边 对 是倒在了 天敏的枪下 那也是让我们恭喜 DX1比0暂时领先 看到一个小小的枪管 一闪而过 DX1一波双架 DX1跟Marco各杀一人 A边正面下包就好了 直接关门 还想抓timing 这也好稳 这个也好稳 第二剑 第三剑 去 被打来了 那怎么进来 要开拒扔镜吗 要实践了 这一发剑的下午还可以 但是他有一段 开拒扔镜 就直接秒掉了对头的Marco 但是在1到3时 Marco怎么还得跳 有人在拿刀跑 要开武销命令吗 给闪 给闪被闪到 闪过头了 但是他才捡起了这个局 有爆血量 三十几血知道的 真的要拿明局吗 杰利包尼 台长一颗收掉了Uman 这分非常接近的一分 DX还是拿了下来 闪 我觉得就过了一点点 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他在跳那边 好急啊他 他真的好急啊 台词 进点还是非常的犀利 哇 这场好坏 我觉得也就是 对面这个血量比较好 不要看flashback了 这里踢到进点的 杰敏 多多一个人 没错 他有正义 这Mushkin是对着 flashback的方向 能拉起来 能拉起来有人在拼点吗 拼点完之后马上穿掉 没问题 再次一次 那把大盆子在哪里 那把大盆子绕后了 有人拿着熊鹿绕后了 他能捡到枪 但是他应该不太会去换 两个人的位置是名牌 拖 还在拖 完就硬拖 但好像要拖赢了 来了 近点 找到了一个背身 哇 只有得帮忙 这手 哎呀 打不到了 应该天亮不够吧 正好够了 这个孙云就是帮 消息无人机去挡的 这里还能走吗 能走 对 可以去走 呜呜 再来吗 干嘛 呜呜 吼闪 死角的位置确定有人 两个又是定乱面的一波 哇 这一波 他的闪给力 消息这边也给力啊 哇 这闪正好是抱在了 贤敏的应该是左上后方 对 对吧 这样看的话 马可不提更高 好 泰斯提到 队友被打倒了 把两个互相出锋 但是这个被黑的情况下 一颗带走了泰斯 马可在A场的位置 打掉两个瞬间变成四打二 马可还要再来 他胆子怎么这么大 而且他反应越慢 因为中路有人在抱拥命 哇 这手崭新的脑子 嗯 很羡慕 我又是配了一个阿三的闪 虽然这个闪好像没闪到 刚才就是中路TESL跟 你可以看一下Mountain的位置 是一个顺暴闪的位置 拉出来就两个直接走 推出来 这位置就是跟你来对 完成了一波三杀 点内还有一个Mountain 在传板之后 另外一个人游进来 两个位置锁定 还要下注吗 刀不好下 让我倒了 黑大已经来了 赤斯戴克在倒击前 换了一个 阿赛 他是要干什么 要开了吗 Boke D9面对老东家 这一枪 能不能吸血减着并没有 哇 接到今天 烟下有人 带着进来 哎呦 露出了自己的大脚鸭子 这好像要跟 哎 再飞过来 但是他还要接住了 哎呀 好在是把这个枪 倒了 太子军 有人在架呢 先奥兵试一试 好 现在可以保 现在可以保 好 合理保抢 这些优优们 他把局检击 那没什么 找到了 对 应该找不到了 冰季也是可以接受的 登记对于防守 毕竟差两分就 停下了只张几个凤凤 我忙去给你这波 有点太轻了 对面 对这个消息 露出了 下午很不错 二楼 但是明军 被一颗 封面意图给封锁住了 天内的卡绒已经被收掉 再车拉出来 找机会 没有人在到 只有一只小鸡在看 哎 有人已经上来了 但是有人在绕 有人在绕 后面来人了 把这边的射箭 没射掉 哎呦 难受了 只射出来两箭 再两个人就叫后面来人了 有人在看吗 再帮帮保 保住了队友的分意 一条线 马国将搞一条线 完成四杀 保住了队友 而且面无表情 好 来了 要去接飞 哎呦 一个飞的 人都吵不到 武装身心 点了一个 二刀位置人 被罩出来 封锁在边推边打 这是什么封锁枪吧 三打三 而且这边离魂过来了 Karen已经离魂过来了 马国打一个 Karen的位置 哎呦 被FREE一颗了 那Mushkin看看自己口袋里的 金币啊 950 难道说 还有三分 看一下DX好 他的架中路 一到架中的阿尔森 往后退 再举一个DX DX这名军火力 有联盟啊 封锁来收掉了天敏 DX再举 有点差 有离魂 有拳点封锁 怎么说 蹲着出来 在Flashback 这么抬27的血 一出一给 往燕里给 这是一个 阿尔森 这被黑了 人们都被黑了 但是怕了 这个奥迪 一个人 那也是让我们恭喜DX 主目也会给到防御防压力 谢谢 赶拉 三十八个能走吗 来得及吗 哎呦 这身法 好黑 只能说好黑 他没捣的话很关键 因为他技能全在水点 他是一个大脚步来到死角的位置 纳米风群 他按掉了 埃森 这是一个 好像一个 提前支援未来的纳米风群 点的V波混杂 包括打掉两个人 血量还是比较健康 解了把鬼魅 一出烟的一瞬间 游门打掉了对手 凹槽里有人 第一时间看到了 给寻击剑 给雷迪剑 就往死角的位置去倾界 你看 就是 等你打剑的时候 我发说 我了 没有办法 两个人的协议童做的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倒是很关键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半线 包括他的赛博球龙 都是在C点 如果flashback在 车库的位置就被打掉 那这个C点会非常非常难受 说实话 这也要归功于队友的黑杖 给得很到位 对 对吧 第一时间就保护着他 没有 这小型无人机谁打呢 没人打 哦呦 表面直接划缠 再划回去 是的 但Freen倒了 阿强的位置是个名牌 但他没死吗 一滴血 而且Marco中路打一个 怎么操作 剑影去右边 他会觉得这幽影有可能离婚的 剑影到了左边的台子上 这群一剑找不到他 Marco非常惨的情况下 还多打一个 Hillman直接过来 用这个滑踩 三杀到手 超前报道直接给狂力之中也扫 这个压力有点太大了 Freen能活下来吗 有半线 好半线 那Freen是被收了一枪 又是拉出来一颗 但可以看到 他这个第一名的 有风 这边阿三是拿刀的 切枪没切过来 眼后小明有一个滑踩 那这个都没到 说实在 这边在二楼的位置 还在换 一换一 这边Marco过来 一个甲地包 但是枪没掏出来 剑影响有我们一打二 有刷了吗 我Flashback说不需要 这单向的黑帐 小生们这边处理掉 他直接滑下来 今天还不错 直接被反川烟穿掉 但这次好像丢掉那边空准了 因为他已经进车库了 不好给 反正一个黑 两个人一起来这 这个四脚的位置很紧 今天穿了再打两个 八个一次穿烟 这俩人人都没看见 打三个 好戏开始了 超线报道 天的微狼静 暗言什么时候可以 还有一个滑踩 再产 对方一个卫生 最大的位置已经锁定 朝着对方的头部 就是一字 再来看一下 这多静点了 我说实话 这双城之战的这个皮肤 它确实 早射会很舒服 今天的比较 一个人拉出去吗 这边也干拉 最有可能的 对方一边 是这样吗 这次这个半线 立功了 帽子一抛 锁定这方的位置接近一点 还有一个一打一打一要去打 好像被招到 有点尴尬 他这边要转吗 他就找这个 直接进一块抓 马可非常聪明 你过点能夹住 没夹住 他最好的角色 就再来一点点一个 而且也想看到了 呃 就像呢 这回图被穿 包团机 是个眼镜 马可再打一个三杀了 不需要年轻人吗 年轻人过来 收掉了卡尔戎 好像没有任何的意境 有烧铁炮台在帮他看 长度了两个人 烧铁炮台怎么说 两个人在观望着彼此 中路已经进了 两个人 你不动我不动 闭点进了 那我动不动 呃 我得动了 是对面先动了 阿赛没打过 是台并 阿赛说 我想换个位置行不行 被黑了 没收点 回头打的拉赛 这什么反应啊 TESTER 晚上里面塞啥 看一下 Flashback 一打二 有正义 再打一个 这上分火烦 Flashback Flashback TESTER的近点没收点 1808枪收了 然后这边 这边就 你这个小道完全看不进去啊 就你会觉得 好像完全看不进去啊 但是一进去就秒掉了 风水奶 这个残局也是很厉害 没有太大的压力 我觉得 还不是很好 说看一下 进去别的对象 哎呦 这舍稳 把队友逼出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今难受 这份怎么 哦呦 前又是混掉一个 呃 要重老 海明要重老 嗯 好 今天出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呃 今天但是没抓到 海明放行直接触发 打掉一个 再拉出来 对面给个高速通道 其实 这高速通道 他也挺舒服的 那今天就混掉了 哎 这里free in 点点了特斯尔 跳进来了一个阿瑟 蹦蹦跳跳 小兔子 拉出来 拉出来的位置 一打一了 点内一打一 快帅哥 有异象的机会 他绕过来了 楼梨一个侧身 帽子一抛 找一个安全的位置 现在锁定了卡荣 又是卡荣的残局 确实发挥也是不错 一个小典准星 最后稳稳地降 只能打A了 现在现在现在鞋在鞋上 不得不怕 他们没有办法转点 怎么办 这把熊鹿 要一来 但是熊鹿倒来 这就不怕了 直接来 我还一个短炮 是的 但是台队随着超线暴走 进来只换掉了一个人 最后绕后的位置 应该已经被发现 张鞋会被打掉 你会觉得他的纪律性 和他的运营性 给了一个山峰激线 但是把队友也震到了 Flexback说我来结局 迪魂直接往典里面去走 车库的一波同步 你说他战争位置怎么活呢 打了非常多的技能 再接一个 面对到这边 我这划转出来 离居的划转 他的名场面的位置 猜算能否复刻 再进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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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雷击剑 给黑 是暗眼 压绍想拘一枪没拘到 那两个人也是 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主要是定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他之前还就是待过很多次 这个就很容易被针对了 刚回头想打一个虚拟电 就被车库的位置打掉了 这样的话 但是高点的这个位置 蛇纹给的非常的好 有点优势跳进来 这个暗眼来的慢了一点点 蹭一枪就倒 灵魂剑影进来 马可的话打掉了Mont King 驾过点驾住了 Frain这边走得有点慢 而且走的时候 Marco其实也没给烟 再给了个烟 自己要钻进去吗 Marco 现在再钻有点迟了 进不去了 滑出来 滑出来 拆过位置 拆过方向了 拆了一半 但是没给他更多的机会 灰烟一死去 没死 烟三了 烟三了 再跑 一键垫掉了 一拆一半 一拆一半 再说Flashback 二换二 Flashback在这图三 决胜图他太能兜了 而且这个滑铲出去 我觉得有点草率了 有点草率了 这下真的有点草率了 他觉得滑铲出去很好打 对吧 人多打人少 要打急速进点了 里面的扇对方 才被扫到离魂进去 又被打回来了 但是这边帮电弹的判断 又是有所发挥 直接换枪 换了吗 欢迎 好像有点听不来了 给大家跳过去 在反绕 这个C大的口子 没打过 没打过 精雷卷地轰出来 但是没有人能补到这一枪 而且这个轰的效果 也是比较一般的 就轰到方式可以一个人 这个大轰的有点太急了 绕后了 卡绒在绕后 他对了一个黑 打了一个半线 现在的话 进攻方应该四面楚歌 但是AP连接的位置 阿森打掉了一个人 很关键的一颗击败 阿森完成了一波三场 绕后的位置 卡绒也被处理掉 一打二的局面 一打三的局面 最终 盲治庭也没有办法 阿森完成了一波四杀 帮助队伍在常规时间的 最后一分 战胜了对手2比1 让我们恭喜 DIS锁定了第一个四强的名额